台湾研发的云爆弹 无疑是全球军事技术中最具破坏力的武器之一 作为微压弹的净化版本 云爆弹的爆炸威力极为强大 能够瞬间释放出高温和致命的二次伤害 其核心杀伤机制是通过迅速点燃目标区域内的氧气 造成剧烈的缺氧现象 使得敌方人员无法维持正常行动并迅速窒息死亡 这使得云爆弹成为被称为穷人核弹的武器之一 因为其低成本却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 是目前最强大的常规武器之一 那么云爆弹在军事领域的潜力到底如何 其技术特点又是什么呢 云爆弹的概念并非新兴技术 早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和苏联就开始研发此类武器 并在多个战争中应用 包括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 海湾战争和车臣战争 其主要形式包括燃料空气弹和温压弹 台湾则开发了代号为青云的航空油机弹 计划于下个财政年度开始量产 据军方消息 青云弹在测试中 展现了强大的杀伤能力 特别是在3至4公里范围内 对生物目标的毁灭性打击 成为对敌方两极登陆舰队的致命威胁 台湾的前陆军总司令陈振湘 曾提议研发油漆弹 并促成了该武器的开发 中山科学研究院采用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 作为发射平台进行试射 系统可装载12枚火箭弹 一旦全部发射 局部区域的温度可达3000摄氏度 能将人员烧成灰烬 同时造成缺氧窒息的致命后果 台湾空军也在尝试 将油漆弹装入极数炸弹 由F-16或IDF战机挂载 用于敌方登陆作战中的快速部署 其主要目标是 广阔的海滩或滩头阵地 能够对敌方登陆部队造成大规模杀伤 燃料空气弹的工作原理非常独特 当炸弹释放时 内含的燃料会与引爆装置 分散在空气中 形成气溶胶云团 随后 炸弹会在距离地面约一米的高度引爆 产生强大的冲击波和超压 这一爆炸 不仅会迅速消耗大量氧气 造成极度缺氧 还会释放毁灭性的冲击波 摧毁周围的生命体和装备 其威力通常是等量TNT炸药的5到10倍 而常规防护装备如防弹1 也几乎无法防御 无论是通过雷霆2000系统 还是通过极数炸弹部署 青云弹产生的气溶胶军团 能够产生别加杀伤效果 尤其在窒息杀伤方面 表现尤为显著 若台湾军队在敌方登陆舰队 或滩头阵地部署该武器 将对敌军的作战能力产生巨大的威胁 甚至对敌方登陆行动 形成强有力的制约 云爆弹 虽然听起来像是科幻武器 实际上是现代战场中 一款真实而致命的武器 它通过依赖氧气燃烧 而非携带氧化剂的设计 使其威力远超传统炸药 与TNT相比 云爆弹的爆炸威力更强 覆盖范围也更广 云爆弹的爆炸通常需要两次引爆 首先将燃料撒向空气 形成气溶胶云团 再通过第二次爆炸将其点燃 形成巨大的高温火球 温度可达到2500摄氏度 同时释放极高速的冲击波 这种强大的超压和缺氧效应 能够瞬间摧毁目标 导致不可逆的生理损伤 云爆弹的独特设计 使其能够对封闭环境如地堡 战壕等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成为一种极具威胁的武器 历史上 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 投掷的重型云爆弹 因其巨大的威力 甚至一度被误认为是核武器 因此 云爆弹也被称为亚核武器 云爆弹首次广泛引起关注 是在越南战争期间 美军使用了CBU-55B型云爆弹 其爆炸方式独特 且极具隐蔽性 致死原因并非传统外伤 而是由于空气中的氧气 迅速被消耗 导致人员窒息 随后 苏联也研发了类似武器 并在阿富汗战争中投入使用 尽管俄罗斯未曾正式承认 但有报道称 俄军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 也使用了云爆弹 展示了这种武器 在现代战场上的可怕扎伤力 自从云爆弹问世以来 它经历了多次升级 发展出多种不同规格的型号 特别是重型云爆弹 令人震惊的破坏力 使其成为一种 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武器 例如 美国空军的 OF炸弹之母 战斗部重8165公斤 杀伤半径可达150米 并可游击 130运输机投放 而俄罗斯在2007年试验的炸弹之谱 则更为强大 其战斗部重达7100公斤 凭借先进的燃料配方 其威力相当于44吨TNT炸药 杀伤半径可达到300米 并可通过图160轰炸机投放 此外 各国还开发了小型版本 和单兵携带型云爆武器 进一步扩展了其应用场景 如今 云爆弹被全球多个国家的军队广泛使用 凭借其灵活性和强大的杀伤力 尤其是和摧毁地下设施 和应对复杂的城市巷战环境 以俄罗斯的 施米尔单兵云爆火箭弹为力 这款武器采用液固混合燃料 单发重量几十二公斤 爆炸威力相当于120毫米油弹 而其高温和高压效果 在800米范围内几乎无可匹敌 足以有效压制敌军火力 云爆弹在车臣 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区的应用 进一步巩固了 其在城市和山地作战中的重要地位 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和杀伤范围 云爆弹已成为切断敌方补给线 和摧毁敌人隐蔽目标的理想武器 尽管云爆弹的威力极大 但其传统版本依赖两次引爆 效果受到燃料均于分布 和引爆精确性的影响 在城市作战中 障碍物如门窗和墙壁 可能导致燃料未能完全扩散 从而减弱杀伤效果 然而 经过技术革新 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 例如 俄罗斯改良版的云爆弹 采用单次引爆设计 操作更加紧别高效 现如今 云爆弹已发展至第三代 其威力堪比小型核爆炸 但却不产生放射性污染 避免了引发和恐慌 第三代云爆弹的设计 突破了传统模式 采用单次点火 即可完全引爆的方式 这得益于内置氧化剂的应用 使其无需依赖外部氧气 也能在缺氧环境中发挥威力 这一技术使得第三代云爆弹 成为一种几乎独立的炸药 点燃后即可迅速产生剧烈爆炸 与前两代产品不同 第三代云爆弹的燃料成分 融合了类似于炮弹和子弹发射药的物质 这种炸药的爆炸 传播速度相对较慢 但更加可控 俄罗斯的第三代云爆弹 可能采用了纳米级炸药 其颗粒外层覆盖快速燃烧的纳米薄膜 而内层燃料的燃烧速度稍慢 爆炸时 外层薄膜首先被引燃 随后引发内层燃料的爆炸 从而形成高压 高温的气团 提升了爆炸效率 此外 第三代云爆弹 仍然可能采用液体燃料设计 并借助空气中的氧气来增强爆炸威力 尽管云爆弹的破坏力已经相当显著 但与温压弹相比 二者仍有一些区别 温压弹是云爆弹的近亲 但其燃料为固体形式 具有不同的爆炸机制 微压弹在引爆时会形成粒子状的云物 能够瞬间完成爆炸 无需经历二次点火的过程 固体燃料的爆炸威力 通常比液体燃料更强 爆炸持续时间也更长 此外 由于固体燃料的稳定性更高 微压弹能够在更坚固的弹体结构中使用 使其更适合用于攻击地下目标或坚固掩体 微压弹经常以钻地弹的形式出现 专为破坏地下设施设计 尽管其直接爆炸 可能不会对地表或掩体外部造成太大损坏 但内部人员通常难以兴敏 相比之下 云爆弹更适用于大范围地面目标的压制和摧毁 而微压弹则是针对地下堡垒和防御设施的利器 两者各似其职 在现代战场上构成了强大的杀伤组合 云爆弹不仅在陆地战场上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 在海洋和空中战场上同样表现出了卓越的作战潜能 美国海军曾多次进行云爆弹攻击舰体的试验 以评估其产生的超压对大型舰体 尤其是航空母舰的破坏效果 试验结果表明 尽管云爆弹未必能够直接击沉舰体 但其爆炸所引发的剧烈超压和氧气消耗 足以令舰体上的设备失灵 甚至完全瘫痪 这种非致命但具破坏性的特点 使得美国海军开始在反舰导弹中配备云爆弹战斗部 作为攻击敌方大型舰体 尤其是航母的有效手段 在防空作战中 云爆弹的表现同样出色 传统高射炮弹的杀伤范围有限 难以对空中目标造成大规模威胁 而云爆弹通过其爆炸产生的余物 形成覆盖范围更广的高效破坏区域 其毁伤能力远胜普通高射炮弹 不仅如此 云爆弹还能被用作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特殊武器 当云爆弹部署在敌方导弹的预定轨迹上时 形成的高浓度气溶胶云团 能够充当拦截屏障 当导弹尾焰穿过云团时 气溶胶会被引燃并引发剧烈爆炸 同时破坏导弹弹头 从而有效消除导弹威胁 除了杀伤与拦截 云爆弹还在工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美军最初研发云爆弹时 便将其用于战场辅助 例如清理障碍物或雷区 在越南战争期间 CBU-55B型云爆弹 被广泛应用于清除雷区和密别 以便地面部队顺利推进 后卫直升机开辟着陆点 此外 美军还开发了开废扫雷系统 通过单次发射云爆弹 即可在雷区清理出一条长约300米 宽约20米的安全通道 为作战部队提供极大便利 云爆弹在海陆空三维战场上的灵活应用 进一步凸显了 它作为多功能战场利器的重要地位 其作战潜能 仍在不断被挖掘和优化 台湾的青云弹 在全球军事领域的影响力不可忽视 尽管台湾未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 其军事实力依然强大 拥有先进的武器和技术 在全球范围内 青云弹凭借其卓越的性能 占据了武器排名中的领先地位 首先 青云弹具备多用途能力 能够在陆地作战中清除障碍 摧毁地下目标 或在海上攻击舰艇 甚至可以用于空中防御 其广泛的应用场景 使其成为多种军事任务中的重要装备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 第三代青云弹的推出 使其战斗力得到显著提升 新一代青云弹采用单次点燃方式 并添加了氧化剂 能够适应缺氧环境下的作战需求 这一创新大幅增强了其作战效能 青云弹在反舰导弹系统中的应用 尤其是在对抗航母编队方面 显示了其在海战中的强大威力 虽然无法直接击沉舰艇 青云弹却能通过让目标失去动力 瘫痪敌舰造成舰队无法正常运作 这对任何海军来说都是一大威胁 此外青云弹在空中防御上的表现 也相当出色 它可以通过形成庞大的青云屏障 来拦截洲际弹道导弹 并摧毁来袭的导弹 这一能力不仅提升了台湾的防御能力 也对全球军事安全和战略平衡 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 台湾的青云弹凭借其多功能性和技术进步 在全球军事舞台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军事实力不仅仅依赖于单一武器系统 还与防务预算 兵源训练 战略规划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此 尽管青云弹在台湾的综合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它只是整体实力的一部分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